一樣的設定 這邊看起來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骨盆 然後 骨盆的高度 還有再來就是 抬起來的腳 還有著地的腳 那這個是骨盆的偏移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Key 先回到這裡來 我們先看 這個是第 八格 第八格的一些參數 我這邊先記一下 Translate Translate Y是1.5 所以第22格的時候 它的Translate Y也是1.5 所以22格應該是這個 先往上移 這邊一定Translate Y1.5 先Key一下 Key Select 然後 這個Bow Rotate 一定是規定 你知道嗎 Bow Rotate是這根關節 這根關節 這根關節 然後再來是Heel Rotate 一定也是規定 這都先規定 然後我都先設Key Key Select 再來呢 是要旋轉 我們先回到第八格 第八格 這它的旋轉值是 -7.5 不不不不不 這個是什麼 Heel Rotate 這時候怎麼還有啊 我居然忘了把它射掉 這要射成0 Key Key Select 剛剛忘了射 這邊Bow Rotate 應該也是要規定 Key Select 我完全忘記 Rotate X 主要是Rotate X 要照樣 就是它這裡有一個旋轉 腳踝旋轉 所以它的 數值是33 這邊應該是33 有沒有選到 還好 33 我到底不選 怎麼選不到 我看一下這是什麼模式 Object Type 右腳控制器突然隔屁了 怎麼回事 右腳控制器 右腳控制器 我看一下 Rotate Control 應該可以選啊 發生什麼事 看一下Outliner好了 Outliner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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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這樣選 這樣才選得到 可是我這樣看不出來 我有沒有選到 欸發生什麼事情啊 對啊脫腳 這邊好像是33度 這邊好像是33度 欸欸欸欸 弄錯腳啊 這不是左腳 應該是右腳 欸怎麼現在又選得到 Rotate X 33 OK Key Select Key Select 好 那回到側邊 Side View 第22這個地方呢 先把這隻腳搞定 好第22這個地方呢 著地的腳 就乖乖的著地喔 所以Heel Rotate X 規定 然後Bull Rotate 也規定 然後這個都要射關鍵一個 Key Select 就是 點它反白選取 Key Select OK 另外 另外 骨盆的高度呢 在第8格 這邊有做一個設定 剛剛高度是 Trancy Y 0.3 所以在第22格 這個應該也是 果然選不到 Key Select Key Select 所以我們現在呢 再切到側邊看 你在看的時候啊 除了拖拉還有一個方法喔 我先跟你說 LT加V 是播放 另外一個播放方式是Alter加豆點跟Alter加句點 Alter V停止播放 Alter加豆點 Alter加句點 我可以這樣子觀察 好那我現在呢 剛剛Key的東西呢 是不是應該好像要讓他的曲線 循環 但是我覺得好像現在這樣講太多了 就先這樣子好了